時間12分鐘 主席 各位同仁有請 夏主委 夏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感覺今天國民黨幕僚作業經紀行做得還不錯 平常不是內政委員會重量級的委員都來到現場了 但是這個就是我想對你說的 這一次你們馬錫會的幕僚 你對你們自己的整個過程 作業也好 臨場反應也好 包括事後馬錫會的這些處理任何事務等等 你們認為你們自己要打幾分 我不問馬總統的表現 因為馬總統的表現已經讓國人失望跟遺憾了 那就幕僚作業分數 你自己替你自己打幾分 方委員這次因為準備的時間比較倉促 然後這個參與的人數又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一個作業 所以我們作業的的確是顯示一些倉促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很不滿意的 所以你認為不及格嗎 不滿意 及格邊緣吧 及格邊緣 那主委為什麼我要這樣問 這次馬錫會你認為台灣的各方面表現最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你自己說的幕僚的作業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我舉例來說好了 為什麼馬錫會之後的記者會是大陸先舉行 而不是我方 這個不是打棒球喔 說這樣的安排是先向棒球比賽先攻後攻後攻就代表主場 這不是 你們現在面對的是在國際談判的場合 先講話的人先定調了 那既然是這樣誰先講話誰先定調誰就是主場 那為什麼你們會讓這樣子的情況發生呢 所以譬如這個總是要有一先一後 所以在正式會的時候是馬總統先開始的 我現在講的是事後的記者會 你不要說他是張志軍出來先開 張志軍是國台辦的主任 然後你們是馬總統出來開 我現在就說誰先 這國際談判的場合上誰先講話誰就先定調誰就是主場啊 那代表這樣聽來其實陸委會其實就已經掌握了說 事前你們就溝通好就說 這個事後的記者會要先讓張志軍先開囉 這個沒有所謂的誰先就定調 你們事前有沒有先溝通嗎 事後的記者會 我們基本上我們同意他先開沒有問題的 你們同意他先開 是的 什麼理由可以同意他先開 這國際談判的場合 先講話先定調 然後你同意讓一個國台辦的主任 比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先開這個事後記者會 這是一個個別的記者會 並沒有這個所謂這個第一個對等不對等的問題 沒有我認為這個已經顯示非常的不對等 然後接下來會後記者會最大的敗筆 敗筆不在於馬總統說了什麼 是說這麼重要的兩岸領導人的見面 除了馬總統直接上陣之外 人家是國台辦的張志軍自己一個人在那裡開 你們不是你們就六個排排坐那邊洗滋滋的在那邊跟 在那裡開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對等嗎 這是個別的記者會 因為馬總統在過去每一次出國 他都是自己開記者會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習慣 所以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這不能用習慣來說明 總統認為他應該要對全民做報告 所以利用那個機會 不只像我們的國內媒體 而且像國際的媒體都做了報告 我覺得這是應該是從正面來看 而不是說因為中國大陸他派了什麼人來 我們就這不是一個聯合記者會 是個別的記者會 我們有我們的習慣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這不是用習慣可以說明的 剛剛我已經講過 這是一個國際談判 而且是大家國際矚目的一個馬席會 不是因為你自己馬總統自己喜滋滋的 好像急於表現 或者因為他自己想要會面而會面 或者是去訂定他自己的角色 那你做到幕僚你很失職啊 你應該要把 你應該給他建議啊 你認為應該要怎麼做 對他來說才是最好的 對中華民國來說才是最好的啊 他也可以由你來開啊 我認為以馬總統的這個高度跟他的份量 如果能夠在國際記者會裡面 由他親自說明啊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安排 我認為這個是最糟糕的一個是 而且根本就是不對整的 而且一點 你們一點那個 只是顯示什麼 只是顯示馬總統對你下主委不夠信任啊 說真的啦 對方張志軍開為什麼你不能開 你只能坐在旁邊跟他這樣鼓鼓掌拍拍手笑得這麼開心 根本就是幕僚作業不嚴謹之外 你也沒有得到馬總統信任嘛 你的建議就像剛剛你所講的 你給他的稿子之後也是他自己改的啊 對不對 他連跟你商量都沒商量嘛 真的我真的覺得替你感到非常的悲哀啊 而且你竟然回答說 為了因為氣憤 所以呢你們就不想談那個什麼什麼 一中各表這個問題 那難道氣憤會比台灣民眾跟中華民國的基本尊嚴 跟維護基本的權益還要來得重要 我想我們的目的是要在一個比較多的時間裡面 把我們的立場非常完整的來做一個陳述 為什麼我這樣講你們幕僚作業非常不足 第一個 一個人五分鐘啊 你們馬總統講的快要七分鐘之後再被記者這樣子 再被趕走 重點你要講的 想要表達五分鐘 讓你表達的你也沒有表達清楚啊 那至少小學生練習演講比賽 對不對 比賽前也會先rehearsal一次吧 那這麼重要的場合 是你們幕僚沒跟他rehearsal過 還是他太開心了一上去 對不對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而失了控 對不對 這個幕僚作業到底是在做什麼 再來 另外一個 我想請教你 我記得馬總統還說 欸 習近平和他的酒量都不好 對不對 是 好 那我想請問嘛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不懂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拍到習近平微醺的畫面 你們馬總統微醺幕僚攙扶著 還在國際媒體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你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啊 為什麼生於你這個幕僚的 他是代表 中華民國 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在微醺的狀況下 然後 在 回答 記者的提問 那你們在做什麼 怎麼沒有任何人拍到習近平微醺的畫面 我想那天因為出來 幕僚沒有算盡責任嘛 因為我們就經過那邊就準備上車走了 那你認為這樣被拍到他這樣微醺的畫面 還要幕僚攙扶著 這對中華民國來說是加分嗎 對他馬總統是加分嗎 馬總統 沒有總統微醺 然後讓人家這樣子扶著 他的幕僚只是很貼切 只是靠近一點而已 我現在指的是說這個畫面就不應該被拍到嘛 對不對 主委你認同吧 國際上太 非常注意我們總統的每一個動作了 所以我想 總統出去代表的就是中華民國 對 他的任何的言行舉止都代表他自己跟這個國家 所以我認為除了幕僚作業的不夠嚴謹 疏失 沒有盡責 總統自己的層次也不夠了 接下來我想請問 不要再討論這個了 這個真的是 我們會檢討了 你也認為應該檢討嗎 我們會檢討 好再 針對馬習會晚會之後習近平說 後會有期 那我想請問你 那你主委你研判馬習二會的機率有多高 因為馬總統已經說他未來不會在大陸 去大陸嘛 那有可能不會在大陸啦 那說不定二會或者是未來馬習二會 有可能就在第三地啊 會不會 機率高不高啦 後會有期的機率高不高 如果我個人的看法是機率不太高了 所以在他現任前 其實實在很有限了 所以現任之前不會再有馬習二會了 我個人認為不太容易 你不能說像這一次一樣 像那個珠江我問你說有了什麼 談了什麼 你跟我說沒有 就是吹吹海風 然後再給大家一個驚喜 是不是 當時絕對不是說一個議題 而且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的結論 而且花的時間並不是很多 所以馬習二會在他現任前不會 不會有馬習二會的 我個人的立場認為 你個人的立場 現在的時間實在太緊迫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好 接下來 那有沒有在閉門會議或晚宴中 有談到應該要對國人說 可是雙方的記者會上沒有說的 我想總統在記者會上已經說得非常完整 非常清楚了 我不care他的記者會說了什麼 我指的是閉門會議 有沒有說了一些應該說而沒有說的 我不曉得什麼叫應該說的 那你認為什麼應該說的呢 我覺得他應該說的 有沒有有損台灣人民權益的啊 有沒有表達的啊 還是就自動就是去抱大陸的大腿啦 舔共啦 絕對沒有 好 絕對沒有 主委可以保證 我保證 OK 那下張三會 很快就要在APEC又要會面了嘛 應該沒有錯 我現在還在安排當中 如果我們的領袖代表 如果跟對岸的領導人要見面的話 有可能會去安排 那是不是有正式的會談 因為在APEC裡面 其實我的前任只是跟對岸 跟張志勳見面並沒有所謂的會 只是握手第一次 所以不見得是有個所謂下張三會 可是也許會見到面 可是你有可能會用領袖會議顧問的成員身份隨團前往啊 對 我會前往 可是跟他碰到面不是代表跟他要正式的坐下來會談 是事務首長的會面 對 不是事務首長會談 但是見了面就有機會可以討論了嘛 有可能 我現在因為這還在安排當中 我真的是目前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嘛 這個機率很高嘛 所以有可能你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見了三次面 但會不會到時候APEC回來以後又有什麼驚嚇過度的一些決定啊 不會 你確定不會 那你這次馬錫會也有談有關亞投行 貨貿這些經濟議題嘛 那有沒有辦法在APEC進行消息會後 或者是你又不小心遇到了張志軍之後 會有什麼一個比較具體化的一個發展 沒有 我們這個有關貨貿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 雙方一直在持續溝通當中 已經經過了第十二次了 所以我們會很快的這個經濟部也在加速地在安排 希望在年底前啊 能夠達成重大的一些協議 我想這是一個目前的規劃 所以年底前會有重大會 我們雙方都希望在年底前有重大的一些進展 OK 那我再問一下 這一次你們有談到所謂大陸會主委 就是陸委會主委跟國台辦主任去建立這個熱線的部分 對吧 那請問一下主委你們兩岸事務所長就像你講的都見過這麼多吃面了 都沒有通過電話嗎 沒有 都沒有通過電話 都是見了面才談 都沒有通過電話 那你也沒有張志軍的電話 我沒有 他也沒有我的 他也沒有你的 那有沒有有秘密的我們不知道的 完全沒有 我可以保證 你可以保證 我不懂啊 這種這麼小的事還需要總統出面幫你爭取 為什麼 我問這個 在這個不管是國際或兩岸間 如果設置熱線不是一個這麼小的事情 我們平常 對 這就是我要談的 目前國際上所謂的熱線 是說領導人對國家領導人對國家領導人 那目前主委對對岸的主任都沒有直接打過電話 沒有 那你們怎麼聯繫的 透過誰聯繫 透過我們的副主委 或者透過我們的處長跟對岸的局長 所以透過副主委有對岸局長的電話 對岸的副主委 對岸副主委的電話 所以透過副主委跟副主委 所以副主委接通了以後 再拿給你講嘛 不會拿給我 他就會跟我報告 不會拿給我 這個無人可考啊 沒有人可以證明啊 委員必須要信任我們 你的信任在這次 我上次在問你說 有沒有馬錫會 有沒有談一些政治議題 你都說沒有 你的信任已經大打走口 零了啦 所以我跟你講啦 副主任對副主任 那電話再接給你就好啦 所以你這種東西 還在在談熱線的問題 那你以後的熱線 跟現在的電話有什麼不一樣 熱線並不是像委員講的 人家熱線指的是 國家領導人 跟國家領導人的制度嘛 不是如此 國際上 譬如說國防部跟國防部之間 或者是都有這些熱線的安置 這個我是必須跟委員說明 你還要透過副主委 用他的電話 那未來好 那我問你 那未來這個熱線有沒有監督機制 你會不會被監聽 不然人家又說搞不好 你跟那個張顯耀一樣 是告密者 你又被怎麼了 這個就是熱線跟一般的這個電話不一樣 因為可以確保不會監聽 確保不會監聽 馬鈴鐺 政府存在的事實 我想兩人見面的本身就是這樣子 沒有 但是我認為這個動作 他這麼用心良苦排除障礙的地感染指給他 可是卻被你們馬政府糟蹋了 說真的 所以這個球等於這一場會面 是在對岸的主導下 變成你們配合演出的政治秀而已 真的不要為了個人政黨 不是 獨特的政黨 或者是馬總統去為了這樣子 而去做這樣子 連你們自己認為兩岸分析的這個部分 都沒有辦法做 那真的是很可惜 好不好 我們說得非常清楚了 沒有啦 很糟糕了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李俊宜委員質詢時間12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陸委會夏主委 請夏主委 議員 感谢观看